为什么同样跟着 帕老师美丽芭蕾健身 别人的身材是 沙漏腰天鹅比 你去用虎背熊腰 你还变大妈 关键就在于 动作不正确导致的 无效健身 不管你是想要收腰 还是收腿收胳膊 都能在这一起帮你矫正 让你在健身上 少走弯路 有效健身 事半功倍 尤其是最后一点 别怪我没提醒 不去医 卷腹 不是仰卧起座 别哭哈哈练了半天 腰疼脖子疼腿疼 就是腹部没啥感觉 如果说仰卧起座 是整个上半身的 折角式起落 那卷腹则是用腹部发力 带动上半身 卷起来 正确的姿势是 双手轻轻放在耳边 眼睛盯住45度的墙 腰部紧贴地面 鼓起收紧腹部的同时 上身从肩到腰 一节一节的抬起 到三分之一处即可 重点是感受腹部的挤压感 如果还是找不到感觉 真的不用死磕卷腹 呼起二 瘦胳膊会让 斜方变大 无论你是想要剪白白肉 还是整个手臂的俗形 切记 不要耸肩 没力了 宁可歇会 也不要强撑着 用斜方剂带动去发力 不然你不脖子粗 谁粗 做所有手臂动作 都在心里默念 沉肩背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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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事情说三遍 不去三 练臀必须要深蹲 如果你只想要翘臀 不想大腿变粗 少做深蹲 无深蹲不翘臀 这句话真的误导了很多小白 实际上臀部的训练有很多种 可以多做一些 孤立臀部的动作 像臀桥趴时腿开合